新赛季的女排连赛出现了不少2000年以后出生的球员,不过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位进入轮换阵容,新兴孙若庆,扯恩还和旭路遥都无缘轮换,河南女排18岁副公毛军已属于幸运者,她在球队得到了较多的锻炼机会。 但愿首发副公出战六场比赛,打了20局,可惜球队还没有为她设计专门的进攻套路,她的功能基本体现在篮网上,发挥可圈可点,毛军已在第一阶段的比赛,总共得到29分,扣球得到13分,发球得到5分,篮网得到11分。 其中来毛排名连赛第18位,毛军已这样的表现并不算惊艳,主要是没有太多机会,河南女排主帅交帅在第一阶段还是想要赢球,并没有刻意锻炼毛真仪,毕竟河南女排是请了两名万元,即便见不了小组前四,也要努力赢球。 如果球队打得太难看,交帅自己的帅尾就不稳了,河南女排最终赢了一场球,避免了小组垫底,第二阶段的比赛,河南女排将进入9-14名排位赛,交帅或许会多给毛军已一些进攻机会。 毛军已是好苗子,对于河南女排未来而言,球队要想成功,必须有突出的球员涌现,而毛军已有成为球队领袖的牵制,毛军已升高1米93,在中国台鞋的数据,是口球高度3米18,不过他参加U18亚少赛事,的数据是口高3米20,毛军已一直是国上的主力复工。 2017年U18亚少赛,学剑德担任,主帅,毛军已被他任命为队长,是其爱将之一,学剑德是朱婷恩师,是他从河南青年队,挖掘出了朱婷,而毛军已是学剑德从河南挖掘的友谊星星。 去年的亚少赛,毛军已是领球队获得亚军,他入选了最佳智慧柔,不过今年的毛军已因为受伤,没有参加U19亚青赛,索性在新赛季排超联赛开始前,他恢复了健康,并且担任手法俯工。 毛军已弹跳出色,扣球力量也不错,脚步也灵活,值得好好培养。 不过,这样的好苗子,必须得到国家队教练组的打磨,才能更快的成长起来,光靠地方队教练调教,很可能浪费起天赋。 中国女排每年的第一次集训都会宣定一个大名单,其中会召集年轻好苗子进入球队考察,毛军已现在在露出篮网方面的前门,相信明年起码有机会,参加第一期的中国女排集训。 那么到时候就要看他能坚持多长时间了,如果要得到郎平的重用,就得在训练中有好表现,或者这个赛季女排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有更突出的发挥,从而打动郎平,郎平很在意培养好苗子。 当初袁新月进入国家队,时曾有一些教练反对,因为袁新月太直嫩,该朗朗认为,国家队就要担负培养球员的重任,袁新月如今成为了中国女排主力复工,18岁的毛军已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,他要想进入中国女排轮换阵容,还需努力奋斗。